韩国天团Big Band成员Top早前远赴德国拍摄新片《失控幽灵飞车》 连很久没有新作推出的张博之也有份演出 虽然电影日前已经杀青 而Top和张博之也都各自归国 不过对于自己演出非常满意的Top 最新就在Instagram上上载了电影的画序照片跟视频 在照片中只见他趴在车祸现场头破血流 身旁两车翔撞后近毁场面非常的惨烈 但完成后他不忘趴在地上举起V字首饰卖萌 而在视频当中就看到Top跟张博之洛丽演出高难度的飞车戏 标签看上去非常的紧张 看得出两人都为了演出非常拼命 三回视频娱乐报道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结束先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isteners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